你要祝福你 我试试看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看你们听得懂 有三个人 三个国家的人 去旅游 借过在飞机上逝世 飞机 剩下三个人 饶兴的活着 一个是法国人 一个是德国人 一个是中国人 三个人 他们就走在沙漠中 很饥渴的状况 很饥饿的出来 一直走 一直走 走到不到多久 已经泪扁那种 已经泪得差不多要死了那种 还找不到食物 也找不到水喝 突然间 其中一个看到什么 看到一盏的神灯在那边 他就抢着 第一个抢着 抢到的是德国人 德国人就摸一摸 哇 这个神灯里面 然后阿丁灯就出来 然后阿丁就起来的时候 告诉这三个 一个是德国人 一个是法国人 一个是中国人 说 你们好 今天你们把我放出来 你们是我的主人 我可以完成你 三个业望 哇 他这个很高兴 我两个就好像看到 法国人是比重 要更高兴就可以了 第一个法国人看到他的时候 就想了很久 他说 阿丁灯灯 我要钱 突然间 他就很多钱了 还有第二个 你要什么 他想了很久 我还是要钱 然后这个阿丁灯灯 又再给他很多钱 第三个 他要了什么 他说我要给家 他拿着钱走了 然后来到德国人的时候 他想了想 我要你人 他想了第二点 我还是要你人 又在另外一个 女人来到他面前 第三个业望 他还是说我要回家 他女人很不见 回家 中国人 男中国人的时候 他看到他的时候 主人你要什么 中国人就说我要酒 他就 两个人气到半死了 气到半死了 那两个人一切沙发跑 然后就见了一个上面 跑到半死了 不知道走到多久的时候 又看到一个神针了 这时候呢 法国人扑过去 抓住了神针 第一个摩擦它 起来的时候 另外一个阿拉丁出来了 这个阿拉丁原来是 另外一个阿拉丁的弟弟 他就对着这三个主人说 主人 我是你前面的阿拉丁的弟弟 所以我法力没有那么高 我只能够视线你两个阴望 这两个法国人和俄国人接着 他们已经学乖了 就把神针交给中国人 交给中国人 中国人就看着神针的时候 阿拉丁就问他 主人你要什么 他说我要去 把中国人一起喝酒 后面完了以后呢 那个两个已经等着 快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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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等着中国人了 中国人拿着第二个的时候 主人 那个阿拉丁就问他说 主人你还要什么 中国人就说 没事了你可以走了 马莞归影 第八章 第二十三届到二十七届 各位姐妹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从对我们记忆中寻求突破 那各位姐妹 要记得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活在困境当中 无论你信主 或者不信主 都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世界就是这么样现实 你每一天都要面对压力 每一天都要面对问题 每一天都要面对缺乏 并通 这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那社会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说 我有耶稣 大家说 所有不一样 感谢主大家 圣经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学习 耶稣怎么样教我们 从困境当中寻求最大突破 看圣经第八章 来回 第八章 二十三届到二十七届 圣经文记载耶稣平静风浪的一段记载 我们来看 第八章 二十三届 我们来复应 八章 二十三届 这里记载说 耶稣上了船 门徒跟着他 海里忽然起了暴风 甚至船被摸浪掩盖 耶稣却睡着了 门徒来叫醒了他 说 主啊 救我们 我们上命了 耶稣说 你这小性的人啊 为什么感谢呢 起来 一次起来 彻折风和海 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 众人稀奇说 这是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也听不出他了 丢到老里 祢也感谢主 老婆天父 今天早上我带领你的耳里门 来听你的声音 我求靠你的声音 我求靠你的声音帮助我们 无论面对怎么样困境 我们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靠着主你的恩典 靠着主你的我们同在 我们真的能够得胜 求主你 以你的仆人 以你的侄女们 来说话 让他们的生命改变 谢谢君祷告 送你去耶稣基督得胜的祈物 大家说 阿们 圣经既然说 耶稣上了一支船和我们的门徒 然后我们就跟着祂从海里 突然间起暴风浪 甚至什么 甚至那个暴风浪 刚已过那艘船 想想看 这个暴风浪的情况 你有看电视机 有一些人没有坐过船 也没有利过风浪 想想看那个暴风浪的情况 就是那个狂风大座 这样子吹着你的船 那个海水 就涌进你的船里面 你这船在那个海边里面 就被打上打下 摇晃不定这样子 就这个情况 然后 在这种的情况底下 有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 什么 耶稣睡着了 耶稣睡着了 感谢主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耶稣在那边睡着了 他的门徒呢 就很紧张的去叫耶稣 说什么 主啊 救我们了 我们上命了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背景 我们才能够更加更加的体会 当时的情况 这些人跟耶稣上船 这都是渔夫来的 想想看他们捕鱼靠海吃饭 这些捕鱼的人上船 当然什么风浪都遇见过 对不对 感谢主啊 真的当天晚上 他们看见的暴风浪 是他们一生人没有看过的 而且这起暴风浪 他们甚至觉得 已经没有得进来 一定会上命 所以他叫耶稣起来啊 不是叫耶稣醒神祭的吗 他的意思是告诉耶稣 说耶稣已经要死了 你还在睡觉啊 已经要死了 你还在睡觉啊 这种的情况 那一个渔夫 一生人在海上打鱼 什么风浪都遇过 到渔夫也觉得没有得救人 真的是没有得救人 所以我们有这种背景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但是耶稣真的被他们摇醒了 耶稣怎么说呢 我们看 耶稣说你们这小性的人啊 为什么感觉 于是彻得风和浪 风和浪就大大平静了 众人稀奇说 这是怎么样的人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那各位姐妹 在这里你看到 耶稣起来的时候 责备他们 那这个情况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想想 生活上是不是遇到风浪 嗯 而且每一次的风浪 你都觉得很难了 这当然了 原因在哪里 如果那是风浪 那是你的问题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理的 才叫问题嘛 如果你可以处理的 你可以生活它 那不叫问题了 所以各位姐妹 当时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上 难免 我们会面对压力 对 我们会面对攻击 我们会面对病痛 我们也面对困境 我们也面对逆境的时候 这是难免的 因为你活的世界就是这样子 现在不是 不是你去找灾祸 而是灾祸来找你 有一句话说是过 懂不过 对不对 那你看 各位姐妹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面对这种情况 但是基督徒 我再说 有一点不一样 为什么 告诉你个笔子 我有耶稣那时候 我有耶稣 那我们怎么样突破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思想算经文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 怎么教导 第一个 我们要我们困境突破的话 我们先 要什么 我们的眼界 大家说眼界 眼界 先突破 先突破 看圣经哪 在霸占二事件 这里有一个对比 很大对比 很不形成的情况 我们来看 海里忽然起了暴风 甚至船被风浪滋盖 耶稣做什么 睡觉 再讲耶稣做什么 睡觉 为什么你睡不着觉 耶稣睡得着觉 这样来看 耶稣睡得着觉 是因为他知道 他看到这个风浪 害不了他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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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不着觉 是因为你看到风浪 能够害到你 阿们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耶稣为什么睡觉 那我告诉你 那个情况 那情况是不容易睡觉 现在他打风 在转 你的船这样摇晃 外面的人在丢 在丢那个衣服 丢那个重的东西 怕他传承 有些人在那里喊叫 有些人在掌头 有些人在破碎 那耶稣在船的下枪那边 在睡觉 这个遥广的地方 他怎么睡觉 那我告诉你 除非他知道 这个风停了 他知道 这个情况 是安全的 不然他怎么睡觉 那你和耶稣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你看不到 耶稣看见 好的说基督徒就是这样子 基督徒很多时候呢 就是看不见 上帝所看见的 所以平安 好的说 为什么基督徒 不能平安 不能得到喜乐呢 就是因为 我们看不见 耶稣所看见的 那今天我要告诉你 各位姐妹 今天你信的神 是一个全能的神 是一个掌管万民的神 祂能够看顾你 你要相信 祂能够看顾你 所以我记得 如果你真的看见 耶稣所看见的 祂掌管一切 你的心就可以平静了 所以圣经里面 保罗讲了一句话 他说属灵人 参透万事 有没有 什么是属灵人 有很多解释 我曾经解释过了 不过我最喜欢的一种解释 是什么 就是什么是属灵人 就是以主同行的人 那个时候 以主同行的人 以主同行的人 怎么样 以主同行呢 就是可以牵着主的手 主走一步 祂走一步 主走两步 祂走两步 所以拜祂跟着主走的时候 靠着主走的时候 主所看到的 祂都看得见 祂不在主的后面 也不在主的前面 也不以主很远 就是以主同行 让主来带着祂 祂听进主的时候 祂看见人所不能看见的东西 那就这样 今天的眼睛在那里 很重要 你的眼睛 如果只看见你的困境 你有点脱离不了 你就是每一天都过着不平衡的生活 都过着焦虑的生活 都过着忧愁的生活 除非你能够学习耶稣看见人 耶稣的眼见 你开始什么改变 你开始看到应许 你开始看到祝福 你开始看到平安 你开始看到逆中 逆境中上帝的同在 那对我姐妹 在一段经文里面 你看到耶稣睡着了 原因在哪里 祂的心里平安 祂的心里平静 原因在哪里呢 祂知道这些风浪难不了祂 祂也清楚的明白说 这些风浪害不了祂的本土 但是这两种情况 我们看到就是 在我们的生活上发生的情况 就是我们的境界 我们的空间和上帝的空间 完全不一样 后来说我们看到我们困境的时候 面对敌人 面对问题 面对灾祸 面对定空 面对困境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很乱 我们在拖水 丢东西 我们在喊 我们在掌头 很简单的在那边摇广 最辛苦的 但是另外一个空间 就是上帝的空间 祂看着我们是很平静的 而且祂 祂已经看见在前面 要发生的事情 祂已经祝福 已经供应前面要供应的事情 你们看见 那时候你们不是啊 你有平静的时刻 有啊 有啊 当我看我的困境的时候 当我眼睛穿住在我的困境的时候 我就乱 我就慌 我就不悲慌 而且我就痛苦 我就伤心忧愁 直到什么时候 我再一次可以站起来 我就开始 祷告清净主的时候 然后我把我的眼睛 穿住在上帝的应许 上帝给的异象 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的 给我的经历 然后圣经话语 我开始不一样 我开始又在坚强起来 我开始眼光又在不一样 心灵在平静下来 都要不一样 对不起 你不能逃避困境 每一天都有困境 而且不是你找他 他找你 所以 我们不能逃避困境了 我们就要靠主 来面对一切的困境 而且我告诉你 你要相信再一次 耶稣看过你 要不然你可以比较 我先把你打个招 耶稣看过你 耶稣看过你 这就有力了 阿们 那兄姐妹 我会看到一件事情 当我们所信的神 是活的 大家说活的 活的 是有力量的 是有力量的 是伟大的 是伟大的 才怕什么 阿们 感谢主啊 所以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什么样的先祝过 大家说眼睛 眼睛 先祝过 先祝过 所以 当你看到一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 第一个 印象 当然是你自己 会先出来 你自己的眼睛 会先出来 哎呦 差了 死了 没好了 这样子 对不对 但是第二步 你要快一点 把你的眼睛转到耶稣 那边 耶稣有同在 耶稣看过你 耶稣一定保守 耶稣一定保守我 祂祝福我 祂祝福我 因为一路来祂祝福我 所以我靠着祂 一定能够变对 一定能够胜过 那 你就不一样了 你一开始突破 你的生命就开始 改变 阿们 阿们 谢谢主啊 那准备的声音就好 可以啊 谢谢主 怎么样从困境里面 寻求突破 那圣经教导我们说 第二个突破的是 第二个突破的是 他就说 心静 静止在你的心 这里要先突破 看圣经啊 看第二十六节 这里呢 耶稣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们这小性的人啊 为什么胆怯 于是起来 这则风的海 风的海就大大平静了 那对我姐妹 你注意一点啊 耶稣一打开眼睛 是来的什么 他不是问 这边这边这边 风不大 什么东西就都没有 什么水多深 去到哪里啊 我的船怎么样 他们泼 他们不见一个 没有讲什么的 你多大 没有的 他一打开眼睛 就指着他们说 你这小性的人 你看 想想看啊 各位姐妹 想想看 耶稣 着重 不在 那个风浪 他着重 那个人 多过那个风浪 其实那个风浪 对主来说 是 人是最大的问题啊 阿们 耶稣很容易 叫风浪平静啊 不过很难 叫一个人 真的是完全 真的是完全 依靠他 明白 耶稣很容易 照风浪平静 但是耶稣 不容易叫人的心 完全依靠他 所以他一开口 不是讲风有多大 烂有多大 热有多大 东西什么 哎呦 他对句话就是人 他说 你这小性人 为什么 这样子就怕了 他没有看过耶稣信人去吗 有 之前看到耶稣叫神死人复活啊 诶 既病得医治啊 下眼睛 看见他们吃那么多 跟着他的 但来到这里风浪的时候 他们怕了 他们怕了 原因在哪里呢 他们以为耶稣基督 只陷在医病感鬼那边 就好像我们 相信我们的耶稣 只能够一 九杠卡扫 其他人不能讲 九杠卡扫找耶稣 太多了 太大了 太大了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心态 基督徒的心态是这样子 你只信耶稣就这样子而已 你把一个空框带出来 把耶稣的照片贴下去 你的耶稣就这么大 不能再大了 我们限制了耶稣的神性 我们限制了耶稣的能力 今天信了耶稣 是一个伟大的神 他超越风浪 他超越你的问题 所以你要做的 不是看那个问题 要做的不是信那个问题 要做的信耶稣 依靠耶稣 当你的心灵改变 当你的心境改变 你开始愿意来信他的时候 你看到有什么意义在改变 阿们 所以你要看清一点 兄姐妹 耶稣要平静 耶稣要平静风浪不难 但是要教你信他 很难 那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就是信心错 祷告 祷告和信心是两回事 那就是两回事 两回事 你可以一直在祷告 长时间祷告 但是你没有信心 可以了 一个有信心的人 不一定长时间祷告 不一定长的祷告 有信心就是有信心 明白 他就没见到我叫做一件事情 我有难 我叫我的主啊 帮主啊 明天不主啊 帮主啊 后天不主啊 帮主啊 越哭越厉害 我问你这个是祷告还是信心 什么是祷告 祷告就是将你所需要的 向主人求 将束缚啊 将需要的求啊 将你心里面的东西讲出来啊 这个叫祷告 但是祷告里面有带出信心吗 大概是怎样回事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圣经里面记载的 我们先看主耶稣 主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 有在那边 停停停 有没有这样子的 如果他这样子的话 船已经沉下去了 有没有 他可能只讲一句话 风 停 停 你有注意到 在圣经里面十五行传开始 从就业之到十五行传 所有属灵的伟人祷告 不常了 不常了 保罗抬腿就出去 一句话 耶稣对着一个 一个长大忙疯的 一句话 你的信心救了你 他的门徒也是这样子 引子走过而一致 手破而一致 叫死人复活就起来 起来 那为什么呢 关键不在于祷告多残 关键在于信心多大 阿们 很多信主的人 有祷告 但是没有信心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兄姐妹 他那时候我们常以为说祷告 常了 我必须先声明 我不排斥常的祷告 明白吗 我不排斥常的祷告 我鼓励你多祷告 但是我强调的 针对心的是在告诉你 祷告必须要有信心 不然的话 你的祷告只是一个空洞的祷告 而已 所以我每次在祷那边 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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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啊哭啊 你一个星期哭了 还是哭啊哭啊哭啊 这样子 我告诉你 你到底想不想听 耶稣已经听到 你要知道你的神是有耳朵的 还是有耳朵的 有耳朵的 像你以前拜的神 有耳朵听不到 他有耳朵听得到 他有眼睛看得到 他有嘴巴可以跟你说话 他有心可以感受到你的需要 他有心能够感受到你的痛苦的 而且他有手可以为你做事情 还有脚可以走来亲近你的 我们神是一个这样子的神 所以我们在祷告 对他要有这样子的信心 那我的祷告我在学习 我的祷告是越做越短 而且越肯定 也有信心的 我常常我的祷告是这样子 我祷告不再祷告 但是我记得我的祷告 我相信我的祷告一定发生 这非常重要 我在学习 当一个人一直在不断地 重复地祷告 我问你这个人 有没有相信过耶稣 能够保护他 是不是 那我告诉你 我有我的同工领域 我信任同工 我只讲一句话 一句话 我就不讲 他会把东西告你 那那一些 那一些 如果我需要一直不断提他 不断提他 不断讲他 不断提他的 证明说我对他 没有信心 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 一直重复地去检查 他到底有没有做好很多事情 你做老板的话 这边有很多老板 对不对 一个好的 你的下主的老 你的员工一句话 一句话 三两句 他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 A和Z做得好 这个是你 你也不用去检查他的 因为你对他有信心 对不对 如果那一些员工 需要你一直不断注意他 去提他 去提他 这样子的 我问你 这样子的员工 你对他有信心吗 你有信心 所以就会给你看 你对主的盘戏 也是这样子的 你相信他 当你像这样 你祷告 你就相信他 他已经听到 而且他会绑住你 他已经看顾你 他已经祝福 他已经在前面带你这种 就是信心 所以我告诉你 耶稣很容易平静夫那 但是很难叫他的儿女 你真正信到他 听见没 你要得到通过吗 耶困境 你学习你的心境改变 从前开始 你的心改变 你的心改变 大家说 心改变 心改变 当你的信心改变的时候 你的生命 你的问题 就接下来改变 你会看到你的生命里面 充满着 充满着所谓的赤福在里面 因为你是一个信靠主的人 感谢主 最后我们来看 第三 你的困境要不要通过吗 大家说 行动要承监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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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里不仁起了暴风 甚至船被拨烂掩盖 耶稣却睡着了 耶稣却睡着了 大家跟我一起念 耶稣却睡着了 同学们 想想看喔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大风浪 那个情况 就是一个对比啊 外面的人就丢东西啊 大风浪大喊大笑啊 大喊大笑啊 大喊的舵啊 水冲进来啊 他们要抓住那个那个 船的旁边啊 要怕自己被滚下去啊 风呼呼呼 这个船在大船啊 那风发有一些呢 哪个风发呢 这样子啊 喊啊你抓吧 下一个下面一个跑去 那我告诉你 我问你 这种的情况 耶稣在那边睡着了 我问你 当耶稣睡着的时候 你觉得耶稣知道 外面有风浪吗 想想看 你觉得说 耶稣知道 或者不知道 外面有风浪 知道啊 我相信知道 人家呢 我在睡觉 我猫 猫跑过去 我也 可以起来 我的孩子半夜起来小便 我也 知道 是不是很累 对不对 老鼠跑过 声音这么小 都不会听到 对不对 哪里 可能我比较青年一点 我比较清醒一点 不过 在入睡的话 这个情况 我告诉你啊 那个整个船 要翻转的情况 那声音 要喊了 那个 讲话声音 那个风在那边 就house 你叫方答 ם 我不见酒 奇怪 пам 你都睡觉了 你都不知道 我几对死了 对了 Do you see 没有理由 不知道 我睡了 这么熟 那我相信耶稣知道 我相信 在我这样子来观察整个经文 我相信耶稣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也是跟我一样 是吗 也跟我一样 那为什么耶稣还在睡觉 祂在教导的门徒 一个功课 祂很轻松睡觉 那怎么样的人才能够睡觉 就是轻松的人 你不轻松你能够睡觉吗 有压力明天要考试你能够睡觉吗 我明天要给你一大笔架 我明天三点如果不过站 我就糟糕了 我这一次糟糕了 你能够睡觉 下面你也不能睡觉 明天要再开招 一神说我的肩子越来越大意了 你能够睡觉 不能睡觉 紧张的人压力的人 是不能睡觉的 耶稣睡着了 这里说 这里耶稣在教导那个门徒一个功课 祂很轻松 所以祂知道外面有风浪 但是祂在睡觉 有看到哪个画面吗 有看到哪个画面吗 祂说我在睡觉 知道门徒进来叫祂才行 没有祂是不行的 船这样子摇在那也行吗 我这样子耶稣叫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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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基督徒 我可以恒恒 总之我知道这个风浪没有问题 基督徒 什么是信心 我常说什么是信心 信心不是头讲的 信心跟你的属灵的年龄没有关系的 你信主其实没有信心就是没有信心 有信心 信主三天也是有信心 你明白吗 什么是信心 怎么样衡量你的信心 大家说 除非平安 除非平安 什么是信心 你信心里开始有平安 你相信 你不相信你永远都永远 总之你怕怕的 很紧张 很紧张 怕怕的 我告诉你 对不起 怎么样信靠主 就是常有平安的行动 那这里呢 耶稣在表达什么呢 他的平静 他的安稳 他的能力所在 然后他的轻松 他的喜乐 甚至他的安详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在困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要跟耶稣这样子做 那各位姐妹 我们要学习在困境当中 心里面行动上都有平安 都有安稳 平静 不要慌 基督徒要学习一个字 静 静 很多时候你要相信这件事情 主走在前面 在帮助你 虽然你看不见他 你在后面 但是他在前面帮助你 因为他爱你 他看过你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要见 所以你会发觉到 这样子一一一见一个现象 就是当一个人慌的时候 很多错都做出来 很多错的话也要出来 很多错的行动也要出来 很多破坏的黑暗的 很多吵架的 很多愤怒的都出来 当一个人开始静下来的时候 他就能成为一个在局 是外面的人 局外的人来看事情 旁观者总是情人 那时候你就开始有idea 有智慧 我学习很多 在这个牧羊的 侍奉的生涯里面 我的生命不是没有发生过 发生过大事情 困境的时刻 不过我常常学习一件事情 在最大最大的事情发生 超过我意料之内 超过我的能力之内的 我通常做一件事情 就跪下来 祷告到我心里面平静 我不去处理 我不会去很慌忙的去处理 我祷告 祷告到我心里平静 上帝跟我说话 给我智慧以后 我才一步一步 跟着祷告 一边祷告一边处理 把事情通通解决了 到今天我牧羊 到今天为止 我告诉你 没有一件事情 不能解决了 没有 有事情是我不能解决的 但是没有一件事情 是不能靠祷告而解决的 没有一件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清楚 一个属灵的原则 你要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 每一节的生活 跟主同行的时候 你要记得上帝一定同在 无论在大件的事情 小件的事情 上帝都一定同在 没有离去过你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什么 就是依靠上帝 或者信心的生活 我再告诉你 我们逃避不了困境 你处理了整一个困境 下一个困境会再来 我们一生能到你眼睛盖上去 你还是要处理困境 对 所以我们要做的什么呢 我们就是靠着主来面对所有困境 我告诉你 你会看到每一样事情 一一的突破 每一件事情呢 一一的改变 每一个问题呢 一一的解决 靠着主 一生能就这样的动作 不过我告诉你 如果你靠着主 活着一个信心的行动的时候 我告诉你 那生命不一样 你会每一天 无论面对什么的情况 你习惯性的 靠主 你信心的依靠主 你每一天都喜乐 不如你面对天大的困境 你还是可以喜乐 得胜过日子 因为你有主 你跟别人不一样 你跟别人不一样 你有主 只要靠着祷告 上帝一定带领 必定祝福 必定祝福 报仇 阿们 阿们 所以基督徒不一样 他们可以比较好 基督徒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耶稣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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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稣在你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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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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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稣在船上 我的像浪挑战 有耶稣在你船上 有耶稣在船上 我的像浪挑战 有耶稣在船上 我的像浪挑战 像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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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稣在船上 我的像浪挑战 叫我航行回家 航行又航行 航行直到家 有耶稣在船上 我的像浪挑战 在我航行回家 再次好 來